前進來迎鐵票倉大安區陳時中看來氣勢不錯 選區參選人全員到齊 針對對手10萬人緊咬疫苗爭議 指陳時中參選後就像起人 遇到疫苗題就更小 當想起陳時中犯純相機 打籃當然也公白 接受專訪直言八年前挺科 是被其政策白皮書感動 其中自己的公辦都跟證件 就是參考柯文哲 因為柯推出的證件 只做兩三年就沒了 陳時中也說柯文哲蠻意度低 就是因為證件常跳票 2022的台北市長選舉柯文哲角色 舉足輕重 此一遍的新聞 李國鑑娜柔台北報導